南尼湾大生产的真相 中共有一首宣传南尼湾的歌 陕北的好江南 处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 其实好地方种的不只是庄稼 还有鸦片 南尼湾 位于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 1939年2月针对国民政府和清华日军的封锁 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口号 动员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年6月 乐天宇率领森林考察团 考察森林情况时 发现南尼湾地区 同年末 中央财经处计划开发 将管辖游故林献波给新中国大农场经营 1941年3月 八路军120师359旅在王阵率领下 在南尼湾进行军肯 以满足根据地的物资攻击 5月 八团到金盆湾 7月 炮兵团到南盘龙川 阶层中了一些地 11月警卫营开道 1941年居民增至101户 359旅采用刀根火中的原始烧荒方式 焚毁森林 烧木肥土 使南尼湾森林消失殆尽 在一把绝头一支枪 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 全旅只占原立志将荒凉的南尼湾 变成牛羊满川 卖浪起伏的陕北江南 据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说 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 按边学习 边生产的原则 受训期间前往南尼湾 与王阵领导的359旅 一同开荒种地 粮食确实种了一些 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 而且王阵的359旅 还专门过来工匠 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 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 财政厅集中包管 随时运往山西 河北等地 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 还是日伟占领区 谁给钱就卖给谁 事实上 因为日伟占领区很难进入 所以绝大部分边区烟土 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 部分卖到民间 部分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 1942年特务团 九团四支队种植情况 八团种植一千亩 收烟三百两 特务团收烟一百两 警卫团收烟八百两 炮兵团种植六百亩 只出八十亩 收烟几十两 原因是 第一 但多 第二 缺乏经验 未好好地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如炮兵团下种时 老百姓说太早 种了不出来 我们不听 结果六百亩只出了八十亩 其他是石肥割烟街不熟悉 时任三五九旅 九团九连连长 后长期担任南尼湾生产 大队长的刘宝斋所述 所在部队在南尼湾 梦九沟种大烟 用多余的粮食酿酒 烟酒饭到国桶区卖钱 为这是长同机关的打架 连队要挣钱 机关要收税 一字往河东贩卖沿途 豁上了船 船帮上一圈端刺刀的战士 看谁敢挡 讲起南尼湾 不能不提到张思德 张思德1915年 生于四川省一龙县寒家湾 殿农出身 1933年参加红军 1944年参加大生产运动 在安塞县烧木炭 9月5日 因摇洞他方 被砸在摇洞中身亡 张思德死后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不仅为其召开了追导会 而且毛还亲自出面发表讲话 称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 一个小小的警卫员 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身后却或如此高规格后代 是非常少有的 而此后也并无如此高规格 纪念一个警卫员 尽管毛堂而皇之的称 今后不管死了谁 不管是垂势员 是战士 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意的工作 我们都要给他送葬 开追悼会 这其中有什么隐情 隐情就在于张思德的死因 其实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 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的 这才是毛以及中共袭击掩盖的原因 中共也认识到了 烧制鸦片的名声确实不太好 因此参与者必须是信的过制人 既要能保密 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 不会中饱私囊 而党性强 纪律性强的中央警卫团战士是首选 除了张思德 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 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头的工作 中共在延安种植鸦片出售赚钱 塔斯是记者 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 彼得弗拉基米若浮游的延安日记 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英俗花》 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 美国学者哈利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 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 比如延安日记里曾写到 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 例如在查令 远在后方的120事部 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 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政治局已经任命人币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弗拉基米若浮游问毛泽东 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 受到承办 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与机关也在公开的生产鸦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 从前特区只是把鸦和捡运往国统区 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鸦出去 带回来的钱袋却是别的 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 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 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 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 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工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 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挟的各省的市场 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 英素的种植与加工 大部分将由部队来作管 贺龙的120师所在地 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 这个师以长期做这项生意 毛泽东同志说 在目前形势下 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 革命的作用 忽视这点就错了 政治局一致同意主席的看法 弗拉基米若浮游还记载道 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 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 他们全部在尽可能的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近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 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此外一些学者还查到1945年中共记录于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泰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以及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 淮泰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而在1936年12月西安发动军事叛变 站在中共一边的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山 不仅给予了张扬以支持 而且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 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军团长后 利用驻守榆林的机会 多次到延安羽毛猪等人会晤 帮助延安把种的鸦片卖到国同区 这自然让中共是喜出望外 谋称其唯德之大 更不敢忘 根据延安日记记载 中共还任命了鸦片专员 那就是人必食 其在抗战期间头衔 还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关于这个鸦片专员对种植鸦片的看法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份 供中共高级官员看的内部参考 终有这么一条新闻 延安三十年代初秋的一个傍晚 红军专员任帝石和美国记者斯诺 顺着沿河边一同散步来到了宝塔山下 任专员手指着一大片金黄代收的作物 欣慰的对斯诺说 又是一个风周年啊 带着稚气的年轻的斯诺 显然还没有跟上任专员的思路 任专员继续着他的话题 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 不疲 一车车拉出去 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 近些年来 我们改为重鸦片 一车车鸦片拉出去 一车车的枪支弹药 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 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 或许是因为做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 任币石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中共刚进北平 他就在医生陪同下 住进了玉泉山修养所 5月 修养中的人弊石病情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趋向恶化 其后被送往莫斯科治疗 1950年5月回国 10月底突发脑溢血 于10月27日不治身亡 鸦片种植为边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仅一年功夫 鸦片就解决了中共的困难 1943年2月9日毛店告周恩来 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 现党政均积蓄资产值边币5万万以上 合法币2万万5千万以上 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1942年的政府预算 鸦片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 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 是中共在八年抗战中 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这是筹券积蓄底墨基础 存在紧引起来 果然在纸巾团 Kolom 但是筹券积蓄底墨基础